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bara Devotion 都沒有見到大家幾天了 其實就算說也見不到大家 這幾天正在準備兩件事 其實都三樣 未來21號就去北灣 現在正在準備和泡沫 第二件事就是幫朋友正在準備的主日 他就想把聖經裡面 和一些生活的重要事 兩個題目混合在一起玩Korssover 就想我分享一下聖經裡面的金錢世界 昨晚就預備了一個初講 錄了40分鐘 但後來發覺都不太好 要更加講得好一點 避免被我說的Quality 影響到訊息的內容被限制 所以就要重新再錄 另外第三件事就是我自己寫過一些 的分享 在寫一篇關於倫敦旅遊的 大英爆物館 不寫遊戲 我一寫就很長 所以就荒廢了靈收分享 然後繼續進行 上次提到希伯來書12章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成至11章 提到第七段的信息 而信心偉人 今次就是耶穌紀錄自己 我們之前有些人的信心 有偉大的和不偉大的 光譜 然後到耶穌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更美的確據 證實了我們的信心 是有根有基的 我們就算見不到是得到的 就算見到的時候 背後其實我們相信有個原因在當中 有個動力在當中 透過耶穌 他怎樣證明他有信心呢? 他是說到 他有十字架的苦 但同一時間 有所在神寶在右邊的德性 如果說回教會的歷史 你會看到 我看楊木谷那本 什麼鬼基本信仰超凡生命的漫畫版 他說到天主教很強調耶穌基督的仇父 每年都叫他走一次十字架 在巡遊 紀念他的仇父 我覺得也是好的 我不規定所有人 但是東正教 即俄羅斯那邊 他就會強調耶穌基督的德性 其實兩件事都重要 很難的 有時候 永遠人都要強調一邊 很自然地 不小心地忽略定一邊 但是如果我們嘗試做得好一點 兩邊都需要被提醒 那份強調耶穌的受苦 你忘記了耶穌的德性 其實有點愚蠢 因為你都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這麼痛苦 好個弟弟為什麼 還有很多時候 你自己衝去受苦 就很愚蠢 但是實際上 耶穌沒有叫你去受苦 你就愚蠢地受苦 很愚蠢 有時候 過分強調耶穌的德性 很多時候 會不會變成成一種成功神奈 就是靠著耶穌就怎樣 實際上 你那些事不需要靠耶穌 或者耶穌根本沒有叫你做過 然後你就在那裡得性 得性 實際上 你只不過為自己 很多野心 或者各方面的事 這個都值得提醒 兩樣平衡就開心一點 但是這段聖經 其實想說的 當然不是受苦 和得性的比重問題 而是叫我們學校耶穌跟從他 首先我們需要思想 說了四分鐘 還沒說過入獄 有趣的地方 第3節和第4節 你都明白的 他就說到 忍受著人自有人頂撞 你如果思想 你就不會灰心疲倦 另外我們現在的情況 沒有給耶穌的時候 也沒有給當時的信心 為人 或者是在之前 我相信 是尼陸王的時候 的說法 因為我們 與罪惡爭戰 就未去到流血的地步 但是 接著第5節 就奇怪了 第5節 為何突然說罪 接著他就說管教 他還沒有說 即是他不停強調忍受 其實上面已經說 耶穌忍受 那麼 他說 你們想忍受的是 神管教你們 就像管教義子一樣 焉有義子 不被負親管教 管教員是眾子所承受的 你們如果不受管教 就是師生仔 就不是兒子 師生仔就不會管教 我不太明白 但如果那個是養子 那你就管教不了 否則他會罵你 可能不是你生的 或者是 寄人離下的朋友 然後他一句頂來 就說 不是我生的 然後你激到出頭 出了煙 但你又好像 催不上他 即是趕他出街 真是傻 Anyway 這樣 他整段經文 一注落 都是講管教 然後管教 他就說 管教是 暫時性的 暫除己義 管教 即是令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令我們在他的聖結 有份 什麼是聖結 聖結的意思 就是除了Pure之外 就是屬於神 或者在他那個 即是能夠和他同份 因為聖結是屬於神 那他的屬於神 就很不逆聲了 不過理解好像不對 但至少我們知道 就是在他的聖情 在他的獨特的聖質 即是我們能夠和他坐馬一條船 簡單來說 就是 而那條船是正的 是純正的 這個其中一個好處 即是他用了幾折時間 叫你管教 也不要灰心 第一個就是 因為是有益處 第二個益處是什麼 就是在他坐馬一條船 另外他講到 其實他明白 就是管教 一開始就不開心 哪有管教開心 即是有些人說 他問過側起的時候 其實實際上 有點怪的 我自己聽管教的時候 有人說我 批評我 我最初都不開心 不開心 不開心不是有人說我 這個當然重要 都不開心 最不開心的是 如果我真的做得不好 我會不開心 我會仇苦 但後來他就說 經過四年的人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除了好處 是聖結休分之外 是結出平安的果子 即是二 於是 希伯來書說 他們的結論就是 你如果遇到管教 你遇到這個罪的挑戰的時候 你就要 將這個 撐起來 這樣 將這個 放下了手 發酸 其實某程度上 意味了他們已經放下了手 然後 然後 就要修正自己的腦道 然後 就 犯得傳遇 我自己 對這段經文的提醒 是 我 不太清楚 為什麼他會把 罪和管教 說在一起 因為他說罪的時候 他不是真的說 實際上 犯罪 他是說 與罪的爭鬥 然後 他就說 管教 如果說罪的爭鬥 不是應該說 這個 這個 試煉 是 忍受試煉 合理 但聖經這裡說到 管教 我下次再分享 這個 即是 我自己再想想 看看 關係在哪裡 那 那 那 instead of move on 我想分享 我最近的 聖避神管教的經歷 跟罪 可能有關 可能沒有關 那 過去幾個星期 就很忙 因為 去匹灣的宣教 準備 另外 主日學的準備 然後 團契 教會 HOMEBASE SELL GROUP 查經的準備 這些全部都是超頻 然後 很感謝神 有個機會 去 教會 給我 寫一首歌 做一個 填詞 但是 因為 那麼忙 填詞 那邊 又沒有 真正給我 究竟什麼時候結束呢 很正常地 就是 做了一些 有 的事 然後 將其他東西 放在一邊 但是 很不幸 就是 不是不幸 也該死 剛剛那個星期 他突然找我 說 喂 你搞定了嗎 他說 喂 沒有 你有沒有給我 然後 最後 原來 原來 他突然很聰明 然後 找了一些人 寫了 然後 寫了 那首歌 就是 教會的 詩歌的翻譯 那樣 那我自己 會 我又不是說 當然 我自己去檢討的時候 那樣 我會覺得 神 或者是 教會 給我一個機會 去翻譯 那首歌 但是 我自己沒有 好好的把握 或者時間掌握 那方面 那樣 那樣 以至到 失去機會 同時間 就 令到 我自己 或者是令到神 很失望 那樣 我覺得 那 我覺得都是一個管教來的 那 那 譬如我下次 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呢 假如有下次的話 那 會不會問清楚 那個 deadline 或者 就算不理那個 deadline 那我也 譬如兩三個星期之內 那 就 起了貨 這樣 就會令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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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紙 那 那 這 都可能會這樣來選擇 但在交易上才做得更好 為何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優點 當然似乎在寫歌的開發 或是在整個教會的影響力會比較重要 但是在我自己的生命當中 我會覺得一些沒有人看到的 譬如現在我講Devotion分享這些 我覺得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我正確的召喚在這方面 翻譯詩歌最主要其實是一個旁知 即是直接去解釋成話語 但是你知翻譯詩歌有很多的限制 你要加上自己的意見 或者加上你對神話語的體見 不多的機會 或者是沒有那麼Flexible 這個大方向歸大方向 但是機會把握不到 你失去就是失去 我自己都失去兩天 同時間我看到這個也是神的管教 當然如果我本身是乖的 那我不用神的管教 我不會反過來看 其實看你這個就是神的管教 那你就accept管教 如果你乖就不需要管教 對吧 你一早已經乖了 那是不乖才管教 所以 但是不乖 神都仍然繼續愛 神仍然都會出手去 好像 你要這樣說 你不乖的時候 神就希望你和他的聖結有份 所以 這個經文對我最近的提醒是這個 那 那 下次希望再說多一點 那個relationship 和再move on 到下面 那段經文 想說的是什麼 多謝大家收聽 Bilibara拜佈 好